台北市政府和台湾智慧官网合约案 随着台北市议员陈重文收贿遭积压 引发前后任市长柯文哲和蒋万安的隔空交火 蒋万安市长在出席记者会时 接受媒体访问表示将会即刻解除106年 柯市府签订的专案合约相关作业 后续也会全面检视其他和台志光的相关合约 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由教育局主办的 2024台北首都杯国际技能竞赛 活动前针对前市长柯文哲 以厂商提报的三案月租费2200元费率 照案通过的合约争计进行回复 表示已要求法务局启动检约作业 目前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个相关详细议价 固程的资料 那目前看到的就是会议记录 也就是厂商所报上来的2000两半元费率 照案通过 目前我们认为警察局所签订106年柯市府 这个专案费率的合约是有争议 所以我们会即刻来启动检约的作业 有媒体询问由于市议员尤淑慧爆料 北市府花了一周时间 却没有找到当初签约的书面资料 对此蒋万安回复 目前的确没有看到当初议价的资料 因此即刻启动进行检约 后续也会全面检视市府其他与台志光的合约 在郝龙斌市长任内推动的光纤网络建制政策BOT案 委托台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协助铺设台北市光纤网络 并签订长达25年期的合约 然而随着市议员陈崇文收贿厂商汇款遭积压 整个案件合约争议浮上台面 以其两位市长的隔空交火 更考验着现任市长蒋万安处理危机事件的智慧与能力 记者刘德宇采访报道 台股指数冲上了2万点房市回温 人力银行调查发现 和今年第一季相比有38%的企业 和24%的上班族对于第二季景气抱持着乐观的态度 创下8季以来的新高 另外也有高达9成的企业 在这个时候有征裁计划 平均提供月薪将近4万元 包括了餐饮、批发零售和科技业 征裁意愿最高 2024年第一季将过 边境解封也超过一年 各界厂商普遍看好今年上半年的景气 人资专家公布 除了资方对前景看法维持正向 劳工也连四季偏向乐观 双双创下8季以来新高 除了外销接单情况有逐步回升的情况 其实也可以看出目前整个劳动市场 属于事求人的一个状态 除了看好未来景气 第二季居高不下的 还有11年来最大的缺工潮 有超过90%的资方 在今年Q2打算征裁 也有55%的企业计划要加薪 因为有9成2的上班族 想要在这时换头路 调查也发现 员工对于新工作的月薪期望值 平均落在43122元 高于前一季跟去年同期 创下11年同期的新高水准 不过厂商开出的月薪 平均4万有找 劳资双方认知的月薪差距 来到了3544元 看来上班族想在第二季顺利转值 其实也不算容易 记者顾参永 台北采访报导 独家报导新闻媒体集团 和艺展无界合作举办的第一届 艺爱无界 汇聚希望 名人艺术工艺线上展览拍卖活动 节节的多位名人首会创作 总共是22件作品 透过720度 3D全景展览科技 邀请民众在线上看展 同时参与作品竞标 意卖所得将捐作工艺 帮助更多的弱势朋友 嗨你好 你现在看到的这幅图呢 是发财术 艺人钟心灵现身介绍创作 把绘画加上实体股钱币 取名为发财术的作品 不只讨喜 更多了趣味性 同样用画笔传递情感的 还有艺人安以桥 运用几何线条展现生命力 我很希望可以借由这一次的画作 然后给大家一点力量 然后一点生命力 相信大家都可以为这个社会 越来越多的付出 然后希望这个社会越来越好 绘画创作希望触动观想者 内心深处 更重要的是愿意参与竞标活动 因为所有的意卖所得 将全数捐给身心障碍者 艺文推广协会 长者照顾关怀协会 以及中华人青社区关怀协会 等多个社福团体 帮助弱势朋友 我们除了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技术 语音的方式能够去讲解 化作它的设计 然后要传达的爱 那同样的也希望可以把它导入到观光工厂里面 这样的一个工厂 它不是只有去了解这样的一个产品 我们把它当作我去了解它的历史 集结22件名人手绘作品 独家报导新闻媒体集团 于一展无界 合作举办第一届 意爱无界汇聚希望 名人艺术工艺线上展览拍卖活动 透过720度3D全景展览科技 邀民众线上逛展 以实际行动加入工艺行列 记者邱世民台北报道 台北市北投区丰年礼 每个星期都会举办两次的银法族共餐活动 分别安排动态体势能课程 和静态的书法班 这次特别在共餐之后 加码让长辈体验六方记忆拼图 没有明确的拼凑的路径 只能靠精确的记忆力和观察力 反复的摸索 训练逻辑力和六面图现的思考方式 相当具有挑战性 长辈们人手一盒拼图 和传统玩法不太一样 每块拼图以正方体呈现 先选好一张想拼的图案 没有明确拼凑路径 只能靠精确的记忆力 与观察力反复摸索 还能训练逻辑力 与六面图现的思考方式 相当具有挑战性 它跟传统的拼图真的差别很大 因为它完全没有任何的形状 你可以看到说 它就是一个很单纯的立方体 那你无从从这个边界去判断 说它应该是在边边 还是它应该在中间 你只能真的只能靠自己的眼睛 跟记忆力 想办法去加速自己判断 哪一面才是你要拼的 那一张图的这个正面 北投区封年礼办公室 每周举办两次银法共餐活动 长辈们先透过专业书法老师指导 练习写毛笔字 午餐时间大伙一起吃饭 有人聊天陪伴 总比孤单在家随便吃吃配电是好 接着再透过Cubic团队提供独创拼图游戏 训练手脑协调 度过愉快的午后时光 在整个开发过程当中 我们就发现说 这个东西又符合我们一个高龄化的社会的趋势 那过程当中 大家可以不断的训练脑力的同时 当中又可以更爱护自己的地球 孙儿他们也都有孙儿 孙儿也都上学去了 在家里没了 以其在那边一直看电视 还不如到这里来学习一点东西 目的就是让他们 也可以结合在一起 大家讲讲话 开讲一下 而日子时间都好过 丰年里长周江雪珠 致力打造温馨的社区关怀照顾据点 希望长辈每次来这里共餐都能有收获 认识更多新朋友 丰富自己的退休生活 记者游祥婷 台北采访不到 爱看传统戏曲和舞台剧的观众朋友有福了 明华园总团和绿光两大重量级的剧团 首度跨界策略联盟 并且轮番改编了重制台湾文学作品 分别推出了压解散戏双戏套票 希望让观众朋友们进戏院回顾民国50年到60年代的台湾的生活 明华园总团当家台著孙翠凤 先帮绿光创业董事长吴念珍贴上月牙 加上胡子 变身成为孙翠凤散戏中饰演的包青天 接着孙翠凤挑战美女把手 换成吴念珍饰演司机 两人分别挑战彼此在剧中的经典角色 其实这是为了两大剧团分别推出压解散戏双戏套票来做宣传 两个戏都有一个一种很奇怪的忧伤 但是又充满生活上面的那种喜趣这样 那所以这一次我们刚好要演 那明华也要演 我说不然连连做几回啦 连结在一起 两个公司 两个剧团 还有包括我们的导演 包括我们所有的这个演员行政单位 我们以后往后听说还要继续的交流 两大剧团重制台湾文学剧场作品 绿光的压解菜鸟警察vs老扒手 改编自台湾幽默文学大师段彩华先生的短篇小说 由金钟男配角黄迪扬饰演菜鸟警察 和起居天王堂从圣饰演老扒手 展开一场绝无冷场的斗志 而明华园的散戏 则是改编高中课本洪醒夫先生的得奖同名短篇小说 戏剧元素重塑著作 带出民国五六零年代 台湾歌仔戏受到影视产业冲击的现实 现的是一个台湾某个阶段里面 其实两种不同的 讲行业很怪怪的 两种不同的境界 一个是歌仔戏团 一个是平民百姓 这样的一个故事 歌仔戏在五零年代六零年代 那个环境我们没落了 但是我们的职人面对大环境的改变 我们怎么样求生存 为了满足忠实观众的吸引 两大重量级剧团要首度跨界策略联盟 推出双戏套票 邀请观众一次感受 现代剧场与传统戏剧重用的文学魅力 这通话长报道 大家好 我是诈骗集团 今天我要告诉你们 我是怎么看赢的钱 赵佩佩 你涉及了洗钱案 必须先把账户的钱交给我们监管 赶快把钱汇进来 假装拉你傻傻家了 买完游戏典数都来传给我 我们就可以见面咯 是不是很容易啊 其实我还有一个结招哦 那请您用自动提款机 来解除分析付款的设定 这样才不会连续十二期被扣款哦 钱如在意 你被我骗过了吗 165版诈骗专信关心您的钱 是关心您啦 大家好 我是白阿琪 大家都有上网购物的经验吗 诈骗集团透过不法手段 取得交易记录后 假装是电商客服 致点消费者 谎称工作人员操作错误 导致误设分析付款 重复扣款或升级成VIP会员 要求客户前往ATM 购买游戏典数 或使用网络一样APP 解除设定 很有可能是帐篇哦 有问题请拨打 10165查证 经过了一年多的施工期间 由台北市高滩地工程管理处在新庄区 台六五县桥下新建的琼林路桥 总算是在今年3月中完工启用了 新北市长侯友宜亲自前往现场来祝贺 对于以往民众想要到西盛环保和平公园 都必须要先跨过两条马路 真的是很危险 因此新北市议长蒋根皇 他因此特别极力争取行人通行动线的改善 来加强安全 新北市高滩地工程管理处 在新庄区台六五县桥下新建琼林路桥 历经一年三个月的工期 终于在今年3月中旬完工启用 新北市长侯友宜亲自前往现场祝贺 并表示琼林路桥 畅行到西盛环保和平公园 不论是来运动散步欣赏和平风光 绝对是一座安全及友善的通行道路 以前民众想要前往西盛环保和平公园 必须先跨过两条马路 根本不敢带家人来到这里游玩 对于这么漂亮的公园 若无法提高使用率十分可行 因此在塔辽坑抽水站旁设置路桥 横跨黄汉路二段重新提外道 改善行人通行动线得争取 新北市议长蒋根环功不可没 谢谢市府以及水利局的协助 给我们开6000万 来做我们行界设置这个油障碍 以及200公尺长的丛林路桥 配合温载镜开发 让你们能够更便利更友善 更安全地进入和平公园 水利局表示 全场200公尺的穹林路桥 至2022年11月开工 并且在今年2月完工 堪称是新北市内第14座 和平公园友善的电梯 现在民众改走路桥通行又安全 不用再担心穿越车道发生以外了 记者黄又贤新中报道 新北市社会局举办113年 基优社工继设政人员表扬典礼 总共有61名社工 70名的设政人员获奖 新北市长侯友宜亲自出席颁奖 除了感谢社工人员的付出 也允诺会做他们永远的后盾 鼓励社工莫忘初衷 新北市社会局举办113年 基优社工继设政人员表扬典礼 新北市长侯友宜亲自出席 他表示这阵子 社工受到了外界非常大的关注 也知道面对这些舆论 社工人员是盖瓜承受 并依旧默默在守护着个案 让他非常感动 无论任何批评责任 社工盖瓜承受 没有为自己辩驳任何事情 默默的承担 默默的说着自己的档位上 我非常感动 今年一共有61位社工 70位设政人员获奖 市长侯友宜亲自颁奖表扬 同时表示每一位社工人员 在访试个案时都可能承担着风险 所以他特别叮咛警察单位 一定要陪同 希望让社工人员都能够安心 并且平安的为社会服务 下一次你敢不敢再出去 下一次会不会再发生事情 这些都是社工 辩对所有挑战 我曾经跟我们新北市的警察说 要社工的任何要求 一定要陪同前来 不然让他出一个事情 4月2号是社工日 新北市社会局表示 非常感谢辛苦的社工及 社政人员 大家都像是武神战士 或许在面对困难时 会难过会沮丧 但希望大家不要失去信心 莫忘初衷 市府团队会做社工伙伴的 永远后盾 与大家并肩而行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 连接基隆市和新北市 平溪区的基平隧道 虽然说隧道内道路比值 不过速线才50公里 根据警测署提供的资料显示 去年隧道内双向测速照相 超速取缔总共是7000多件 平均每天都会发生20几件 不少当地民众和观光客 都曾经在这一边遭到开罚 立委廖先祥就表示 这样的开罚数量真的是太夸张了 如果说有零星的违规 可能是驾驶员的错 不过一年7000多张的超速的罚单 也代表速线的设计 有检讨的空间 台尔秉基平隧道连接基隆与平溪 道路比值但限速只有50公里 根据警政署提供的资料显示 光去年隧道内双向的测速照相 超速取缔加总高达7000多件 平均每日就有20几件 不少当地民众及观光客 都曾在此遭到开罚 那长期以来都有许多的民众反应 在这条隧道里面被拍超速违规 那我们有去跟警察单位调阅资料 发现这条基平隧道 一年开的超速罚单的件数 达到了7000多件 代表每天都有大概20多件的超速违规 那如果说有少部分的超速违规 那可能是驾驶民众个人 这个交通有没有守规矩的问题 但如果有这么大量的交通违规 我们可能是要来思考一下 是不是道路设计的规范 或者是车速的限速有一些问题 所以我今天要请相关的单位 来做一些会刊 立委廖现想表示 10次车祸90块的观念并不正确 不正确且危险的驾驶行为 才是导致交通事故主因 在笔直的道路 时速60公里 还是非常安全的速度 且隧道内景色一致 如果速度放得太低 反而会造成驾驶的疲劳 或是增添分心的风险 甚至发现限速过低而急煞 反而没有比较安全 那看一下是不是 在相对笔直安全的路段 能够来调升它的速限 让我们的民众 在比较正常的况下 大家每个驾驶应该都能够感觉到 在怎样的道路情况下 就应该要有怎样的一个 符合的一个限速 那后续我们的公路总局 会在先做一个初期的评估 那后续我们再跟地方的民众 来做一些座谈 如果说凝聚共事的话 那再请我们的公路总局 来做调整 公路局则说明 当初台二秉这条路线 是照市区道路的速线 也就是时速60公里下去设计 且在平溪往基隆方向的出口 马上就有一个大弯道 所以起初设定50的速线 接下来会研议调整 限速的可能性 再与地方讨论 搜集意见做最后决定 介乘威 平溪采访报道 北海岸的万里家头公共温泉 是日治时代到现在的历史建筑 温泉水是来自海底的咸水温泉 据说对筋骨酸痛有改善的效果 非常受到民众们的喜爱 不过日前却发现有地层下陷的状况 因此公所也赶紧封闭浴室 也邀请了专业技师和工程厂商来勘查 待改善并且确认没有立即性的危险之后 才会再行开放 万里区家头公共浴室 在2月份有汤克向市议员赵达林 来反映灯管温度显示器不亮等问题 而议员也请公所前往了解状况 后续由厂商进场修缮 不过在修缮评估时 却也发现不只是有设备故障 还有浴池的瓷砖脱落地砖不平的状况 更仔细勘查下发现 疑似是有地层下陷的现象 因而也赶紧封闭浴室 并找专业技师到场勘查评估 透地雷达的这样子的一个初步报告出来 结果居然是我们的地层有一些 我个人认为是很严重性的一些迫害 那当然接着如何做后续的补强或改善 也要委由我们专业的那个技师工会呢 涂木技师工会来做 看如何改善有效的改善 以目前的整个状况来讲的话是 下陷的状况是应该算是 不是速度是很急速的 这个是很多年才会有一点 就是类似有一点掏空的感觉 不只是浴室内瓷砖脱落地砖不平 实际到浴室上方的休息亭 也发现有大面积的水泥脱落 且水泥柱都有裂痕 而地面也有倾斜的情况 在技师透过探地雷达探测后 结果在男女汤市的地底 有大量的孔隙造成土壤流失 为此工作也再度发起了线刊 商讨后续改善的办法 技师的部分是建议我们 要有专业的技师工会来去 针对我们结构物下陷的状况 去做监测 然后再去评估我们后续 是不是可以用液压灌浆的部分 来做改善 还是可能要大动作的 去做后续的改建 这个部分的话会比较 后续可能需要比较多的费用 但是重点是我们新北市府 还是要以民众的安全为主 那我们也希望在短时间内 如果可以用液压灌浆的方法 就可以解决的话 我们可能就可以赶快来 重建完以后 赶快给我们当地的居民 继续享有这个泡汤的优惠 我们四周围其实是 我们温泉业者的一个集散中心 那是不是针对这样子的一个 用水量呢 我也会鉴请我们金花局或水利局 再来做一下全面性的评估 因为让我们这么好的汤汁呢 不要呢 除了让它能够有序的 这样子让我们在地的民众呢 长期使用之余呢 也要做到有效的 这样子的一个品质的把关 让我们这样子的一个 优质的水质能够永续 万里加头温泉公共浴室 从日据时代就有 在十多年前 女汤旧层因地层下陷 由围管的厂商在土回田 而这次又碰上下陷的危机 只好暂时封闭 而后续还要再请新北市 土木技师工会 来做更专业的检查评估 未来也期待在安全的前提之下 尽早恢复提供民众泡汤的空间 记得平函 万里采访报道 新北市汐止区 社后地区的同心路 延伸康宁街的工程 正在进行当中 不过可能是因为开发施工 产生了零损的事件 民众抱怨墙壁出现手指 都能够伸进去的裂缝 连梁柱也是钢筋外露 反应了却是没有下文 担心就会像台北市公安事件一样 房子倒塌了 所以新北市议员张景豪 就邀请了各相关单位 召开了零损协调会 民众拿出前一天施工时 住家震动的影片 不满施工几年下来 不但噪音老民 施工单位连零损都不理 现在房子越裂越严重 楼梯间柱子出现 手指都能够伸进去的大裂缝 甚至连家里梁柱都裂得厉害 钢筋裸露 最近看到台北市公安事件 他们就很忧心自己的家也会不保 他们每次在施工的时候 我们家就像在5级以上的大地震 很恐怖 梁啊 龟裂啊 还有我们那个整只的那个楼梯 都已经 梁都已经看到那个钢筋了 都露落了 很恐怖 所以我们就想说难道我们是下一个那个 类似最近有一个文昌街 也这样塌下来吗 难道到那个时候的时候他们才要处理吗 他们顽顾我们这个市民的那个生命安全 连那一生才买一间房子而已啊 我觉得那现场人们都没关心什么 不知人心做法嘛 到现在还是没关心一下 今年才也要陪在人家耶 房子也要陪在人家耶 人家一直都会反弹下去嘛 因为过人前胃胃腰 这应该是没有讲好 你不能复工 现在复工了 那你也差点 你特别你 你没有在我们的里面的感受嘛 童馨路穿越国道的工程 那我想这个也是细子相当重要的一个 中大建设 那因为在童馨路 其实四项 其实六项这一侧 有造成一些零损的问题 那其实这个问题在去年 不管是市长来视察 或是局长来视察的时候 我们都有在现场 都有去做一个表达 那一直到现在还在施工中 那这些住户觉得说 没有获得进一步的改善 童馨路延伸康尼街工程 正在进行中 可能是开挖施工产生零损事件 包括细子圆馨路 七十四项 七十六项 以及福德二路100号等 临近工地的巷弄 都有类似的状况 因为离工地很近 屋主说每次开挖震动 已经很受不了 甚至夜晚施工 现在房子损坏都不理 根本罔顾人命 而在借货成情之后 新北市议员张景豪 就邀请了市府公务局 施工单位等人员 召开损零协调会 不少屋主出席表达诉求 暗门这才卖的 我临晨也会做 两桌外 他妈咬 玛丽症不是玛丽 临晨他有在施工 对 施工对 我不施工 房子会感觉一直震动 我震动还是在震动样子 我们的外墙 外墙 我都挖掉了 大梁也是裂开了 还有那个阳台的那个 那个也是都裂掉了 都已经裂到 就是很严重啊 那个看起来就是 随时感觉会垮下来 那个手指头都可以进去 那个裂坡 楼梯啊 对就是楼梯门 难道他现在要让我们像 大石这样子那种 机袋这样子奔下来 他们才要赶紧处理吗 住户们忧心忡忡 那我们也是希望透过 这个会议的召开 让工程的一个说明 让这些住户们安心以外 也要进一步要希望 这些工程单位能够解决 这些民众的困扰 以及去修复这些 必须要复原的一些 结构安全 公共工程要做 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也要顾承其民众 希望这次能够赶快的 协助修缮 而新北市议员张景豪 也要求尽快给居民 一个满意的答案 还给他们一个安全的家 加上慧玲 西子采访报道 哈喽大家好 我是谢成君 打防诈骗的呼吁 想透过交友平台认识 多文字甜言蜜语 交往不久呢 并以各种明目要求 汇款投资 寄送礼物 或者是带保管地契手续备用 提醒民众 遇到网友要求汇款时 务必要提高警觉 165反诈骗专线咨询哦 最多元友善的城市 台北 欢迎你 新北市淡水区中寮里的一处 紫藤咖啡园 里头紫藤花爆开 吸引了许多的游客来这边朝圣 淡水紫藤花园经历了八年的经营 每年三月到四月都会盛开 除了田园宫的樱花之外 这里的紫藤花园更是热门的打卡景点 现场许多民众 现场许多民众拿着手机 还有专业相机捕捉这个美丽的景象 观众朋友如果有兴趣 也趁着花旗赶快来共襄盛举 一整片的紫色花朵垂挂在藤架上 就是位在新北市淡水中寮里的一处紫藤咖啡园 里头紫藤花爆开的壮观景象 更是吸引许多游客来此朝圣 淡水紫藤花已经经营九个年头 每年的三到四月盛开 除了田园宫的樱花之外 这里的紫藤花园更是非常热门的打卡景点 现场有许多民众拿着手机 还有专业相机捕捉着美丽的景象 直说特别从外縣市 来到这个园区真的很美 好高兴喔 一进来就闻到它很高雅的一个香味 然后呢我们三四年前吧有朋友有来过 然后我这一次又特别带花莲的朋友 他们是早上五点多的火车过来的喔 特别来看紫藤花 对特别来看紫藤花 对呀 然后园主整理的很漂亮 很好希望它继续保持下去 对第一次 以前从来没有看过 第一次看 那你是从哪边过来 新竹 感觉怎么样 很漂亮就是很梦幻的花海 然后原本原方是说只有开花三到四层 可是我们来感觉它不是三到四层 它是整个已经满棚了 整个都爆了很漂亮 那你刚才要去看哪些地方呢 我们从一开始入口 然后玩到刚刚前面那边 反正沿路整片都是紫色花海 是不是还有去花香啊 有有有有有有 有那个就是淡淡的那个花香的味道 民众表示过去每年都会来到这边闪花朝圣 原主真的很用心在维护 而今年特别带着从花莲来的朋友们一起闪花 看到满开的盛况 真的是美极了 另外还有从新竹来的民众 也对这眼前盛开的紫色美景 拿着手机不停地捕捉着难得的花矿 而对此业者也说 紫藤花从上个星期周末开始陆续盛开 而园区一整年也只开放这三个多星期的时间 也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把握这短暂的梦幻时光 是的 那紫藤花是一年比一年漂亮 越来越漂亮 所以今年紫藤花是往年以来最漂亮的一年 所以现在已经大盛开了 想好好欣赏紫藤花 应该脚步快一点 因为我预估今年紫藤花最漂亮盛开 会到4月5号以前 现在开始到4月5号以前都很漂亮 所以希望看到浪漫的紫藤花的客人 那请脚步快一点 我们紫藤花园有一馆二馆 一馆在屯山园区就在屯山国小附近 二馆在天然宫旁边 这个中寮里这边 这边有一万瓶 那一馆那边有一千瓶 那一馆的数比较老 二馆的紫藤花非常多非常大 经营这一片号称万瓶紫藤花园的老板 同时也是推动在地农产 户伟农业休闲专区的理事长赖文坑表示 今年将园区分成许多的主题区 不仅是有一进门口就映入眼帘七百瓶的紫藤花棚架 还有紫藤倒影池 而最后面也是最热门的紫藤隧道 而这一片紫藤花园占地万瓶 有六百多株的紫藤树 而现在盛开期间相当美丽 整片的紫色花海也非常浪漫 而业者说 现在到三月底四月初是盛开季节 气候稳定 连清明年假也可以赏得到花 要来感受紫藤花的民众可要好好的把握 记者许端一旦水采访报道 而北岸岸三枝樱花季也接近尾声了 最受众人期待的吉野荫也是已经绽放多时了 不过因为太阳很大气温很高 估计吉野荫只剩下一个星期左右的花旗可以观赏 有兴趣赏樱的观众朋友 别忘了把握紧盛的花旗 每年三四月就是三枝樱花盛开的季节 樱花季的尾声众人最期待的吉野荫也开始绽放 而随着近来太阳露脸 气温高三生步道的吉野樱花旗也来到尾声 预计还有一周的花可以欣赏 三个社区也邀请喜爱粉色樱花的民众 要把握花季的尾声 来到三生步道渐行赏花 现在我们三生步道这边的樱花状况 还是以吉野荫为主 现在大概开四五层左右 因为最近天气变化稍微有点大 风又大 那预计这个盛开情况应当是在三月底左右 七月底下来应当可以衔接的上我们这边的部分 紫藤花 有桐花也慢慢有花包了 但是可能还没有找 实际来到三生步道可以见到不少粉色吉野樱花开花 步道上除了樱花绽放 还有杜鹃花也开得相当美丽 以及步道上一段紫藤花架 也可以见到紫藤花开 来一趟三生步道沿途就能够欣赏到 大坑西畔的色彩并分 八六步活动我们现在还是有 因为我们这边社区这边是友善工作 完全不给荣耀的 所以欢迎大家有空有兴趣可以来做一个体验 除了健兴大步走赏鹰赏花 来到三生步道还有充满在地特色的农特产品 希望市集可以逛逛 以及三合社区的拔萝卜活动可以体验 三合社区要欢迎喜爱贴近大自然户外活动的民众 要把握最后花旗 到三生步道走走赏花去 谢娇平和三支采访报道 为在新北市瑞芳区的干瓶里 近百科的极野樱花树 今年花旷也是大盛开 吸引不少路人来拍照 也因为紧邻着瓶交道火车行经而过 和樱花相称形成了一幅美丽的景色 让不少人停留拍照 留下美好的瞬间 干瓶里平交道旁由礼办公处 种植照顾的一整排极野樱 每年三月中旬开始绽放 民众等公车同时也能看到火车经过时 刮起一阵络移缤纷的美景 极野樱偏白色的花瓣 也很有日式的氛围感 然后他已经种了大概最久的有到十年 然后也有一点点成绩出来了 然后大家会过来拍照这样子 然后在拍照的时候啊 喜欢注意安全啊 还有那个随身携带的垃圾要带走 不然做个有功德的 下一个来看的话 也可以比较那个环境也比较好一点 就在樱花廊道对面的住户就说 每年到三月这时候 走出家门就是一大片樱花林 看起来赏心悦目 这几年里长和志工用心营造 才会现在如此成果 未来有机会也希望 可以在里内广众樱花 打造樱花公园 樱花一定是水的啊 没有那么好 如果还要就整个都整片了 都整山头了 当地理长就表示 这些极野樱从花苗到现在成长 大约历经十年的时间 这几年因为气候异常 也常常有一些花苗死亡 陆续也补种了好几颗 今年老天爷给力 让吉野樱盛开好美 不过也提醒民众拍照时要注意 自身安全也切勿攀折花木 杰臣威 瑞芳采访报道 新北市双溪区新机礼 在南天宫举行三月份的银法共餐 不少长辈一大早就来到现场卡位 饭前除了有政令宣导 还有意见的服务 志工妈妈们更是卧虎藏龙 都有开餐厅或者是小吃店 很多年的经验 因此每一道料理 拿出手都是在水准之上 也很有在地的味道 今天双溪南天宫好热闹 新机礼农历年后的首吃银法共餐 厨房里的志工妈妈们 一早就忙着张罗餐点 大家不分你我就为了给银法长辈吃得饱 这天包括区长还有各单位 都来共享盛举 场面热闹非凡 那今天呢 我们新机大饭店的志工妈妈 那个大哥大姐 他们充分发布他们的修楼材的特色 把我们那个所有的美食佳肴 做成桌餐 那跟我们的长辈来分享 那我们可以看到都是很传统 很道地的家常菜 那这样吃起来呢 更有那个家乡的味道 那更能够凝聚出我们的人情味 双溪区区长表示 新机礼农法共餐人数相当踊跃 尤其志工们推出的菜色 更是不在话下 家常菜也能成为津津有味的料理 今天看到参加长者如此踊跃 也让新机礼饮法共餐越来越好 因为新机礼它本来就是处于一个商业区的一个地方 那这些妈妈阿姨基本上 他们都有在这边做过生意 开过餐厅做过小吃店 这样子 所以他们的手艺是真的非常好 我每个月我最期盼就是这一天 但是最辛苦的也是这一天 就是希望说能够把这些菜色能够做到尽善尽美这样子 当地里长也说 共餐志工每隔都能担任大厨 端出拿手好料 因为大部分的志工都是在商圈经营餐厅和小吃店 所以料理都在水准之上 也展现了地方妈妈的好手艺 介绍为双溪采访报道 大部分妈好在 那在好在 妈 我去送货 是不是去银行教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 你是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喔 你教的爱诚实纳税啊 用这个啦 收到缴款书后 下载行动支付 和电子支付APP 掃描QRQ 就能马上缴纳 还有信用卡 ATM转账等多元缴纳管道 都可以算计喔 很方便耶 多元缴纳不卡关 一路身上安心Go 所谓钓鱼简讯也就是说 他会去联系一个诈骗朋友网站 比如讲像说 你的通行费啦 你的停车费啦 你的汽车燃料费已经预许 那你就是点入他的这个网站 点入网站里面 你又输入你的这一些的资料 或者你的信用卡 他骗个资嘛 骗个资 骗你个资进去 那去做这样的一个诈骗的一个新闻 由新北市政府和交通部观光署合作的春游新北 乐在其中 二十大系列活动 在春暖花开的四月到六月份 缤纷登场 新北市府邀请大家来新北赏花 品好茶 吃美食 逛世级 还有欣赏展览和艺术季 尽情感受春日美好时光 舞团的舞者装扮成蝴蝶 拼拼飞舞 稍来春天气息 春天到来正式出游的好时光 新北市政府与交通部观光署 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管理处等单位 宣布推出春游新北乐在其中 二十大系列活动 时间从四月一直延伸到六月 邀请大家一同到新北赏花 品好茶 茶美食 逛世级 欣赏展览 还有艺术季 春天跟花一定有关 看到我们肃秦局长 就会想到我们的铜花 我们铜花我们这一次 包括我们结合了我们的土城 然后我们的瑞芳 金店 以及我们深根根石定 一个区工所 邀请大家来欣赏我们的铜花 那大概在四月底左右的一个时间 就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花的一个季节开始 万里呢 有大家每一年去探访的 我们的绣球花 新北盛政府观光旅游局也在五月份陆续推出九份红灯笼器 碧坛学舞 探旅新北定向越野等活动 此外不能错过的还有六月份将在平宁登场的113年新北好茶 与新北蓝茶艺术季 另外是和亲子同游的活动包括了福龙生活节 新北考古生活节435一起同乐 518国际博物馆日及新北市古艺节等等 精彩丰富的各种活动 新北市政府呼吁社会大众赶紧安排一趟浪漫缤纷且充满文艺气息的旅游 相关讯息可以上新北市观光旅游网查询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 华山基金会新北市系纸站在地服务18年了 为了感谢爱新单位长期支持 在江北市民活动中心举办了一场感恩茶会 同时也为孤老们庆生 当天也邀请了华山服务的20位的长辈们来参加 里长更是发动志工 准备美味佳肴一起来共餐 这一天江北市民活动中心郝温馨 华山基金会系纸站18周年庆 除了感谢在地企业及爱新单位长期支持 一同守护这群老宝贝 当天安排系纸卫生所宣导健康餐盘 教导长辈预防失能的游戏 来维持长辈的健康 另外设有爱新易减量血压等爱新服务站 同时也买了大蛋糕为独居长辈们庆生 当天包括了系纸区长 新北市员张景豪服务处以及里长 和大家一起合唱生日快乐歌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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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永远快乐 那我们也非常谢谢我们江北里的里长 以及我们所有志工伙伴 跟华山基金会一起来关怀我们区内的一个独居长者 我想说这个善的循环能够持续在我们系纸地区 能够传承下去 希望说能够在这边服务长辈不间断 那有下一个18年持续来服务我们系纸地区的长者 我们系纸站就是在系纸深耕在地已经迈入第18年 那我们今天举办这个感恩财会是想要感恩 就是领礼间对我们的帮忙 不论是善事啊里长啊 以及像是长辈也给我们许多的回馈 大家同见证华山在地服务18周年 而和往年一样江北里里长些座民 一大早就号召社区义工大展厨艺 只见志工妈妈们忙着切菜炒菜 有面馅油饭青菜还有卤肉卤豆干 提供丰盛爱心buffet吃到饱 长辈们都吃得好开心 感谢华山这么多年十八年来 跟我们栽老大人照顾 这非常感恩 今天里长还扮这么多年 要请我们栽大人 尽情温馨在心内 田在吃得很快乐 很温馨 也非常的高兴 跟翁师兄结缘 跟他的儿子在度结缘 今天阿姨也很感谢 那一大早这些辛苦的志工阿姨大嫂他们都来帮忙 真的筹备已经筹备两天了 真的很谢谢他们 希望长辈能够高兴能吃饱 那也非常感谢就是江北里的里长谢座民谢大哥 就是今天提供场地以及就是请江北里的义工姐姐们就是煮了非常美味的伙食然后提供我们的长辈工餐 我们华山基金会细子站在每周一三五早上有固定的仿式车队会亲自到长辈的长辈家拜访 关怀长辈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欢迎大家一起加入我们的行业 一起来当义工 江北里初前也出力号召志工们蓬足美味佳肴热情招待 华山基金会也颁发感谢状表示感谢 细子天使站在民国九十五年二月在地设站 每周固定一三五早上游访式车队到独居长者的家中关怀 18年来服务超过上百位的长辈 这层慧林细子采访报道 现代人饮食不均衡工作压力大肩颈酸痛不再只是老人家才会有的病痛了 新北市三重区过田里里长林凤秋关心里民们的健康 特别和爱心企业合作 在过阵活动中心举办养生经络课程 现场有专业按摩师帮长辈们来按摩 还有有趣的养生讲座 里民们真的是反应热烈 里长还加开了第二场 果然是吸引许多长辈们回锅报名重新来体验 活动中心挤满了人潮 有的在前方专心聆听老师讲课 有的则在后方推拿整副 新北市三重区过田里内有许多老人家 里长特别在今年圆月与善心企业合作 安排专业按摩师来到里内为长辈按摩 并讲解养生知识 获得了里民热烈回响 而在大家阴阴期盼下 里长现在又加开了第二场 果然吸引了许多长辈回锅体验 其实也是一个因缘机会知道说 有知道他们那个西服院这个单位 他们愿意就是无常的帮大家 长辈们来做一些按摩的课程 然后顺便也是讲一些 平常时老人家应该注意什么 譬如说冬天应该注意怎么样保暖啊 现代人饮食不均上班压力大 肩颈酸痛不再只是老人家会有的病痛 透过穴位按压使肌肉放松 促进身体循环 无形之中压力也逐渐被释放 让每一位体验过的里民都相当满意 上次我觉得按摩以后 我觉得哎不错 老师还有事先上课 还跟我们讲要怎么减肥 刚刚有会特别教我怎么减肥 每一个家庭有两个人学经过 就可以帮助全家人 让每一个人成为自己的育用按摩师 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去领领方面社区 去做这样子的公益活动 让每一个人都可以知道 推经过对身体的好处这样子 郭田里长林凤秋相当感谢 爱心企业的加入 不但带领了专业团队来为里民服务 更传递养生知识让大众受贿 未来里长也考虑每两个月 举办一次系列课程 让郭田里民活得更健康 记者如云璇采访报导 儿童节就快要到了 新北市淡水区的在地企业 红树林有线电视 特别和议员郑宇恩 邀请某某家族一起在儿童节前夕 举办了一场同乐会活动 居公所大礼堂涌进了 500多倍的家长和小朋友们 让现场所有大小朋友们 一起快乐迎接一年一度的儿童节 下个星期就是儿童节为了要让淡水的小朋友们 庆祝儿童节的活动 那现场有小红梅姐姐 有柠檬哥哥大家一起跳动唱 那我们也请来这个文化国小跟新兴国小的小朋友 一起来做碟杯跟热舞的表演 那现场的气氛真的非常非常欢乐 那也希望这个家长们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回馈 让我们知道未来能够多办什么样子的活动 艺人表示这一次非常感谢洪树林有心电视 一起来举办活动给小朋友们同乐 也感谢淡水文化国小碟杯校对和新兴国小的热舞 带来精彩的表演 而每一次的亲子活动都努力让大朋友和小朋友 度过一个开心充实的亲子时间 也希望可以从中了解大家期待的北海岸淡水 有哪些亲子活动 或者是需要什么样子的建设和政策 无论是公园游戏场或是公托汉学校 议员都会努力来争取 我们在地深耕这么多年 一直对于地方的一些供应活动 持续在一些付出 那我们也知道各位小朋友非常非常喜欢MOMO 所以我们长期跟MOMO有合作 那这次也谢谢宇恩议员 给我们这个机会来赞助这样一个同乐会的活动 那洪树林已经不只是一个有线电视的业者 我们已经转型成一个网路科技服务公司 所以我们有做网路有做监视器 有做一些互联网等等 那现场也有家长这边建议 不管是新社国中或者是更多的游戏场 我们都持续的在这个帮大家争取当中 这次洪树林有星电视也表示 这次不只是在地企业深耕地方关心地方大小事 对于企业回馈总是不遗余力 也特别赞助MOMO的表演 来了柠檬哥哥 小红梅姐姐 还有可爱的MOMO 号召力真的是特别强大 在现场的小朋友都超级认真跟着唱跳 而洪树林有星电视 最重要的就是要在地服务 更是让现场的大家过一个开心的假期 记者是洪树林带水采访报道 新闻最后生活看板单元 带你来看看最近有哪些活动 还有一门展演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